成本增加很多 然后我们又不敢调涨太高 本来我比如说厚利可以17% 现在降到只剩12%了 可是我还是得撑住 是的 从去年开始呢 国际原物料起上那么业者的声音 政府听到了 行政院宣布呢 从2月7号到4月30号 从国际进口的关键原物料营业税减免 行政院配版6点因应措施 包括免征进口玉米和黄豆营业税 免征进口小麦营业税 以及奶油与烘焙用奶粉进口关税减半等等 期盼能减轻餐饮业者的营营负担 对中盘商比较有利 他们给杂粮行 就是给我们的上游多少价钱 我们就是都要付这些价钱 相对我们应该也是有利益的 那原物料要看他们的厂商 他们会不会跟着政府的政策降价 如果他们没有降价的话 那对我们来讲还是没有太大影响 不过业者也期望 政府能防范大盘商或中盘商 囤积或封台价格等情况 应该要做的是应该是对 直接的中盘控管说 你们不应该每一样都跟着台红涨 像去年的蛋好了 其实都是在红台价格 没有真的那么切 我觉得他应该要去控管这一块 对我们才是有实际的帮助 面对国际原物料价格高涨之际 部分业者选择自行吸收成本 不过一旦上涨压力暴增 业者坦言 还是会考虑调涨价格 新唐人亚特电视各众人周庭与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